嗨,大家好,我是玄妹,来自越南 很久没有在医院给大家拍视频了 有很多网友问我,你老公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所以今天正好在医院,我就给大家拍了这个视频 最近因为在成都口罩比较严重 所以很久我也没有陪他去医院做透析了 今天正好陪他去医院做透析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也陪他去找帮他看病的医生 问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医生也跟我说,他现在也是靠透析 每个星期就要去透三次 叫他要注意饮食,还有休息方面 要多多注意身体 因为他现在也是晚期了 如果还不好好休息,不好好注意饮食的话 有可能每个星期要扎四次或者五次 如果最严重的每天都要做透析 这样的话你就要搬到医院住了 所以也叫他多注意 还有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去问一下他是否能换身 然后医生,然后医生也说他现在病情主要就是做透析 然后等身缘 因为暂时我们是没有生缘 只要花20万,40万,50万,我也不知道怎么能那么便宜 但是今天去咨询一下医生 医生也跟我们说 就没有说具体是要多少 但是他说现在我老公的病情如果换身的话 还要继续养生五年 然后还要继续吃药养生嘛 就是把那个生养好 如果五年之内那个不配合他的身体的话 还要取出来 然后也有可能呢 就是做手术的过程中 有什么风险 或者就是那个身在你的身体里面 也会不小心的被感染 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 最少最少的话也要100个W 这个是最少的 后续呢还要看病人的情况 还有治疗方式嘛 如果没有如果顺利的话 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100个W就够了 如果不顺利的话 那就后面还要发生 其他情况的话 那就另外说的 所以呢现在大家也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把房子卖掉了吧 真的真的是没有没有办法了 因为人嘛 还是比房子重要的 房子嘛我们还年轻嘛 以后还可以努力争取 有机会的话 还可以买好一点的 但是人没有了 那要房子有啥用嘛 对不对 而且我现在呢 听医生这么说的话 我也很压力 我真的要更加的努力 去工作去挣钱了 要不然呢 以后我们的日子很困难 而且我老公呢 他如果就算是换身的话 以后他的生活日常啊 工作也不可能跟健康的人一样的 能说换身之后呢 不要去偷袭了 但是也要终身制药的 每个月也要去开药 还要制药 而且呢 那个身呢 也不一定能适合他的身体 如果不适合取出来的话 又要换的话 又要换另外一个身 然后又要付出另外一个费用 所以呢 真的很压力 很压力的 我也会更加的努力吧 反正呢 事情来了 也就来了 就去面对生活嘛 努力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